大會宣布台灣隊奪冠現場歡呼神四起 全球最悠久的世界杯麵包大賽 最近在法國巴黎法爾賽門展覽中心舉行 由台灣師傅五五線帶領的台灣隊勇奪世界冠軍 台灣隊出賽當天選手凌晨四點就起床準備 五點準時開賽要在十個小時內精準製作完畢 現場有數十位台灣民眾手持中華民國國旗 為選手加油打氣 有鑑於第一天比賽有隊伍的藝術麵包 在組裝過程中倒塌 十個小時的心血複製一具 因此各隊在組裝藝術麵包時 氣氛格外緊張 世界杯麵包大賽創辦人 暨榮譽主席法伯瑞表示 台灣選手在各方面表現都很優異平衡 我們有機會和平衡的團體驗 很淡的藥技術,工具,煤酒和品牌, 它們三居合作為非常稍稍的工作, 更加専用工作, 我們看到新的新產品, 非常形成 culturally積極的 我們我們很榮幸的抽泥, 因為他們不值得, 我們感到他們有工作的研究, 還有褹記, 我認為台灣有很好的團隊 他們準備好 他們知道要做什麼 他們在時間 當你確定要做什麼 你確定要做什麼 第一位是你的 今年邁入第30屆的世界杯麵包大賽 有烘焙界的奧林匹克之稱 齊聚全球11組國家代表隊 爭取烘焙界的最高榮耀 之前四年舉辦一屆 但受到疫情影響停辦的關係 從本屆開始改為 每兩年舉辦一次 台灣的國會